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13日 禮拜日 今天要提醒大家 大家聽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應該很接近直播 我們在香港時間晚上9點會直播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天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國情 兩會 很短時間落幕了 3月11日 已經是收皮了 會後李克強 即時舉行總理記者會 大家記不記得 前一年的總理記者會 李克強爆了一句 中國有6億人 收入只是1000元 或者低於1000元 然後就說1000元在大陸可以做些甚麼 連租一間房子 三四線城市的房子也不行 意味著 中國有一半的人口 是活在貧窮線下的 李克強這句說話 即時 刺中了習近平神經 習近平 說的甚麼扶貧 甚麼賓小匡 全部都是廢話 這次李克強的總理報告 就說這個是他擔任總理的 最後一年 意味著我 也要由總理的位置下來了 有人還是戀斬權力 要爭取連任 基本上 這個是向習近平逼供 從經濟 疫情 俄烏戰爭 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 以至中美關係 其實 習近平每一句說話 都跟李克強說的 好像很大衝突 而李克強 好像針對著習近平 每一件事 都是衝著習近平而來的 今年 其實是66歲的 李克強 根據中共七上八下的以往不成文規定 其實 他 是有機會繼續在常委裏面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總理 不知道找甚麼人 現在最大的熱門就是胡春華 因為胡春華現在正在做副總理 而且副總理裏面 年紀 比較合適 又不像劉鶴那樣老 又不像劉鶴那樣老 今年要退休 如果你不讓胡春華上任 誰可以上任呢 習家軍沒有一個擔任副總理 沒有一個有這個經驗 你迫著 沒有辦法 總理一定要讓出來 可能是 胡春華 然後 汪洋其實也未夠時間退役 可能可以繼續做其他位置 反而 李克強 有機會就像以前的李鵬一樣 總理就轉為人大委員長 當年李鵬也是啦 當了兩屆總理就成為委員長 好了 是不是 遲些才知道 不過這次 他對於中外記者的回答 其實每一件事都是針對習近平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Rubocall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節目會 會有部分的黃標 又或者如果全日都沒有黃標就最好了 如果全日都沒有黃標 我們也會選一些 沒有那麼時事性的 譬如說 今天疫情即時不可能明天才說 政治評論分析的 我們可能會選擇兩支 或者更加多的 放在Patreon 以及會員頻道 給大家優先的欣賞 第二天才把他解除 放在公眾 即是公開的廣播 希望大家體諒 也是回饋了那麼多年 那麼久以來支持我們的Patreon 以及 會員的支持 因為 他們基本上好像得不到任何的特權 得不到任何的好處 或者 沒有一點點 優先的感覺 但是也默默支持我們 所以 我們是一定要回報他們的 當然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接下來我們 財經環節 早上的杜森 我們認為 絕對 就算收費也有人聽 因為 裡面的分析很獨道 也 很有料到 現在坊間很多那些穩困賊的財經 說真的 你說要收錢 我覺得 杜森收你100元個月也不過份 好了 我們再說回 李克強 這次 他回答了記者很多問題 中美關係是他最體重的 因為 如果跟中美 這個關係不斷惡化下去 只會令中國 失去他的好處 而且 美國一旦 如果要跟你玩東西 你很多時候的高科技根本就會跟世界出資 他說 中美關係半世紀之前 破冰 開啓了關係正常化 兩個關係 有時候可能是跌跌撞撞撞 但是都是向前發展的 他說 中美兩國合作共贏一定是有好處多於壞處 中美貿易額2021年超過7500億美金 比一年前增長了三成 如果美國 放寬對中國出口限制的話 雙邊的問題額會更加大 既然雙方互相打開大門 就不應該再關上 很明顯是針對 習近平的那種左轉路線 和美國想脫勾的態勢 而且整個國家裏面 尤其是那些政治老人 所有利益集團 其實 都會站在 李克強方面 而不會站在習近平 搞到要跟美國脫勾 中國經濟當然是李克強很關心的 今年的中國 GDP的增長目標 已經是20年來最低 只是5.5% 李克強說 從世界的範疇來看 那麼大的經濟體 要保持中高速度的增長 本身已經很難了 尤其是如果是發達先進體 有1%的經濟增長 已經不得了 因為體積大 體積那麼大 還有1-2%是很誇張的 當然美國 最近有3-4%的增長 當然美國是很厲害 最近經濟體也可以有那麼高速的增長 等於你入賭場 你拿一千元籌碼 贏一萬元 其實是不難的 但是如果你拿著一千億入賭場 你想贏一百億 有困難 而美國 拿著 幾萬億 美金 還可以賺 3-4% 是很厲害的 你要計一個比例 李克強說 中國的經濟面臨內外挑戰 包括 這個叫做疫情 也有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提出 就是為了防止資本無限擴張 要設置紅綠燈 對這些 企業進行監管 監管那麼嚴重 也間接會騙殺 他就說 中國是會堅定不移 改革開放 習近平相反調 習近平 想好像放棄改革開放 而這件事 正是現在 反習派 最大力的攻擊點 經常拿回鄧小平那句說話 歲不改革 歲下台 這個 其實當然是衝著習近平而來 他逼供不單止在 退休方面 中美關係 改革開放 接著就是講烏克蘭危機 習近平一面倒倒向俄羅斯 被問到中國會不會譴責俄羅斯 會不會擔心跟俄的關係 影響跟西方的關係 甚至經貿往來 李克強 不會 沒有明確表態 因為他知道他的身份不方便 他說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 發展雙邊關係 從不針對第三方 故意回避 不會 跟外交部說法不同 外交部說跟俄羅斯盛似聯盟 然後又說要全力支持俄羅斯 要保障俄羅斯的安全問題 習近平說的 烏克蘭被人打 你們不出聲 烏克蘭安全問題就不用保障了 只是保障俄羅斯 這也是他 曲線在支持烏克蘭 每一個國家都要得到保障 每一個 領土 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 聯合國 國戰章的宗旨和原則 對他得到遵守 這個很明顯是在支持烏克蘭 而習近平 是剛剛相反 他只是關心俄羅斯的安全 北約東礦的這些危命題 李克強強調 提及烏克蘭的 議題的時候 措辭也是用烏克蘭局勢 沒有把烏克蘭 衝突危機戰爭的衝突 對於這些制裁 全世界經濟已經受到疫情很大把擊 這個制裁會對世界經濟復甦造成衝擊 對各方也不利 其實 對你俄羅斯不利 對外國也沒有不利 所以這件事他也避重就這麼說 對於台灣問題 他說 兩岸同胞 港到底都是一家人 應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和祖國統一 不是甚麼 那些要武統的東西 也是跟 習近平唱反調 說明 我們是同胞 一家人 不應該港打港殺 香港問題 他說十分之關心香港 香港政府 要負起抗疫的主體責任 而中央政府會全力支持 對於 現在推遲特首選舉 表示充分理解 其實都是官方的版本 沒有甚麼特別 說到 現在大陸面臨新一波疫情 吉林 山東 上海 廣東 也是大爆發 中國會不會考慮繼續動態清零呢 會不會向世界開放有的路線圖呢 李克強就沒有正面回答 尤其是動態清零這些防疫政策 因為 這個是一尊親自指揮的嘛 他當然不方便說 他提到 徐州這個白鞋母親案的時候 他就特別說到 有些地方發生了嚴重傷害婦女權益的問題 李克強說要對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嚴厲打擊 嚴懲不態 這個 其實也是向習近平挑戰 習近平一方 很努力想把這件事大笑 發小小事化毛 想隱瞞 想壓過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發酵越來越大 現在 李克強有機會派工作組或者去調查 逐一班人出來懲治 之前李克強已經懲罰了河南鄭州 一班官員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個問題 其實 都是向習近平 正面發動攻擊 接下來會不會留任人大委員長 又或者常委入面 可能會不會人選 壓過習近平呢 也可能 不奇怪 因為習近平的拍檔 栗戰書 夠中退休了 韓正又夠中退休了 即使你陳敏爾那些選入常委 但是 你在這個 很多的職能上 也是 不夠了 不夠班 我們 會密切關注 這個大陸的發展 這些 政治話題 接下來會繼續 和大家深入分析 拜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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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